《解放战争》 《解放军》的四大野战军中,都有着哪些将军深受老主席的青睐呢?最能打最能拿得出手的纵队,最能打的解放军四大野战军,第一纵队司令员都是谁?先说西北野战军,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都是袁赫农红二方面军的部队,刚开始的军队人数并不多,在彭老总的指挥下打了几场大的胜利, 兵力才逐渐的充实起来,而西北野战军的第一纵队司令员则是张宗逊将军,张宗逊同时兼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,张宗逊是彭德怀的重要助手,张宗逊是陕西魏南人,1955年时张宗逊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, 相对于很多将军而言,他的资历是非常老的,他是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秋收集议的五位开国上将之一,1998年张宗逊去世,享年91岁,然后是中原野战军,也就是著名的刘邓大军,在当时刘国成和邓小平的带领下, 这支军队也是出了名的能打应仗,中原野战军的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杨勇,赫赫有名的三两之一,后来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,杨勇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,1955年备授予开国上将军衔,再说华东野战军,也就是陈毅素玉领导的野战军,华东野战军的第一纵队司令员是叶飞, 叶飞同时兼任第一纵队政委,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后,叶飞是第十兵团司令员,1955年,叶飞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,99年叶飞去世,享年85岁,最后是东北野战军,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, 东北野战军第一队队号称刺杀硬批的头炮铁头,林彪手下的王牌,他的原任司令员是东北军出身的万亿, 但是林彪让李天佑代替万亿担任司令员,万亿不服,林彪就让他给李天佑当政委,向李天佑实习打仗, 后来万亿果然是心服口服,在解放东北的战斗中,李天佑只会得到表现英勇,血战四平打的国民党军队会不成军, 1955年李天佑也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,70年在英年早时,年仅56岁,四大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, 后来都是开国上将,在解放战争中,他们是毛主及手中最锐利的剑, 一次又一次撕破敌人的防线给予他们重创,为新中国的剑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, 值得后人敬仰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